欸 大家好 這是我們家的貓 牠叫小Q 牠最討厭照相了 我把手機放在牠前面 牠就是一副死的樣子 一直不肯看鏡頭呢 來啦 來啦 不要害羞 看一下鏡頭嗎 欸 這邊 這邊 讓大家看看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短片 我是薇薇 今天我來帶大家用一個軟體叫做Sketch 來畫一個簡單的Apple Watch的圖 在這邊 這是我從網路上面下載的一個圖 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用過Sketch 那我自己本身有在教手機介面設計 那在教這個門課的時候 我就用Sketch這個軟體 所以通常我是用這個軟體來設計 手機應用程式畫面的 不過這個軟體也可以用來畫畫 那我們就來畫一個Apple Watch 這樣子 很方便使用 那可能畫畫的時候 會用Photoshop 會用Illustrator 不過那個比較貴 那如果是Sketch的話 它是很容易畫畫 然後很容易做設計 我們來用這個Sketch 那就這樣 打開New Document 這樣 那比方說我們的目標想要畫這個 我就把這個圖拉進來 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就來畫這個Apple Watch 那 首先我想把這個Apple Watch弄正一點 所以我選這個圖 然後讓它旋轉一下 它弄正一點 像這樣 在這邊 在這邊 可能15度 這樣它就轉正了 那我們先 這樣子 把它打開來 這樣 好 那這是我們的圓圖 那我們想要照著瞄 那就把這個圖鎖起來 選這邊 L'Aclare 然後開始來畫一個 先畫什麼呢 先畫一個淡淡的圓形在後面 那如果要畫圓形的話 或畫任何圖形 就按Insert 然後Shape 然後可以這樣 這邊就可以畫圓形 或者你可以按快捷鍵O 就可以畫圓形了 所以我來按快捷鍵O 畫個圓形 這樣 那這個圓形呢 我不想要有外框 那我的圓形的顏色 我想要是跟這個顏色一樣 就可以選這個 甜色這邊 然後選吸管 來吸這個顏色 這樣我就一模一樣 顏色的圓形 那在畫的時候 我來把這個圓形命名成 灰色 底色 好 那我先把這個圓形 這個底色呢 先 隱藏起來 那接下來 我們來畫這個 手錶的 這個外觀 像這樣 喔這個 蠻難畫的耶 這大概是一個T形 那我來畫一個T形 T形的話 就先畫一個四方形 畫四方形的話 大家還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可以按這邊 Shape 這樣就可以畫T形 可是也可以用快捷鍵 就是OPQR的R 就可以畫一個T形 所以我剛才是用快捷鍵 OPQR的R 畫一個T形 這樣 畫個T形在這邊 這樣 那如果想要畫T形的話呢 應該是 用這個 用這個Transform 就可以讓它有腳T形的感覺 這樣 一面畫的時候 我來一面 把我的OPQR小小一點 這樣也看得出來 嗯 底下的情況 這樣 這樣沒有問題 嗯 好 那 這個四邊形呢 外框 我把它變成沒有顏色 那 填色的話呢 我把它填成這個顏色 所以我用吸管 把它吸成這個顏色 好 那 我會發現這個 表的這邊有點圓角 所以我選這邊 然後有點圓角 在這個圓角這邊 選到這一點以後 然後 我來 調一下圓角 按Edit 就可以調圓角 這邊 來把圓角調一點點 像這樣 不要太多 這樣調這邊可以調圓角 那我調不要太多 大概是5 那這邊我也把它調一點圓角 這邊 好 我先按OK好了 然後再 按Edit 然後在這個 按這邊 選這個 然後有一點圓角 大概是5 在這邊呢 應該是 是要寫5 不是7 這樣子 好 那我也有一個圓角在這裡 那 接下來呢 想要讓它這邊 嗯 有點這樣往上彎 這樣 這樣彎 往上彎的感覺 嗯 這個 這個想要怎麼做呢 我想要 比方說在這邊 加一個 這邊 加一點好了 再加一點 然後這邊再加一點 然後 把這個 這一點 往左邊移動 移動5個 然後把這邊這一點呢 往右邊移動 然後 也移動5個 我移動5個嗎 這樣 往這邊 12345 然後往這邊 12345 這樣 這樣子 移動好以後 然後選這一點 我讓這一點呢 是這樣子有弧度的 像這樣 那我讓這一點呢 也是改成有弧度的 像這樣 這樣 這樣 我就有點彎曲的感覺 在這個下面這邊 好 那 都OK好了 我就 放成這樣 那這兩邊 應該是要對稱 那我剛才 我其實還蠻對稱的 如果想要 想要 完完全全的對稱的話 那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要怎麼做好了 我們現在 做的也是蠻對稱的 這樣 所以現在這個表帶 我們做好了 那表帶的話 圓圖是有顏色 你看這邊中間是白色的 可是我們目前呢 這邊這個是 全部都是灰色的 所以 如果想要在灰色中間 加一條白色的 顏色的話 那 有很多種做法 那我打算 拷貝這個灰色的顏色 拷貝一個 灰色的顏色之後 把這個顏色改成白色 這樣 所以現在我就有一個白色的 顏色在這邊 那我就 我就用 就很多種做法 我可以 把這個上面跟下面剪掉 我就剩下白色的部分 那我現在用這個方法來做 所以我應該比較快 所以 這邊 按 Subtract 這樣 然後再 選一個 QR的R 再畫一個四方形 然後 所以 再 subtract 就這樣 我就有錶帶白色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錶帶灰色的部分 這樣 有這兩個以後 就有這個錶帶 就做好了 我把這兩個 這兩個圖層 把它group起來 就是上面的錶帶 這樣 那 我就做好了錶帶 那這兩個地方 剛才我們這個區度 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如果想要把區度做得一模一樣的話 嗯 我打算怎麼做呢 我打算 我打算 我打算把這一邊 這一半 拷貝到這一半 這樣 嗯 希望能夠成功 我就 先拷貝這個 把這個拷貝起來 然後把 上面這個錶帶呢 嗯 把 應該是 先把這個隱藏起來 好 然後 把這個錶帶 這邊 把這個錶帶 嗯 也許 只要顯示這一部分就好了 所以我來在這邊 嗯 把opqr的r 做一個mask 這樣 所以我想要 做一個mask 讓這個錶帶呢 只顯示 這一塊 就好了 就 把群組起來 然後 把這個 塗成 設成 mask 這樣 然後把 顏色 調成 opasti把它調成 0 好 這樣子我們就有一半的錶帶在這邊 然後在這個上面這邊我隱藏起來 這個是 本來做好的這個錶帶在這裡 那我現在只要讓它 左右相反 這樣 水平翻轉就好了 像這樣 好 水平翻轉以後這個區度 就跟這個區度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把這個錶帶放在這邊 讓它 讓它 讓這兩個東西呢 呃 能夠 對齊 對齊嗎 有 好這樣 這樣才是一個完全的錶帶 我把這個兩個群組起來 這是上面的錶帶 來 然後再拷貝一個 放在下面 就很簡單 可以選擇到這個以後 一面按鍵盤上的option 就可以拷貝一個出來 把它 上下翻轉 垂直翻轉 然後這樣 這樣就 變出下面的錶帶 好 那繼續畫RG之前呢 我們先把這兩個錶帶 隱藏起來 那我們先來畫這個 Apple Watch的這個 這上面這邊 這個是一個四方形 這樣 那 我讓它有點圓角 這樣 那我發現 這個四方形 呃 它有外框 有點黑色的外框 就把外框 變成黑色 不是用吸管吸塵 跟這個陰謀一樣 我猜就是黑色的 黑色的 那 讓它的外框是 2 或者是1 1吧 這樣 那這個底色呢 我把它填成跟這個 一模一樣的顏色 好 這樣 我就做好了Apple Watch的這個 底 這裡 那我先把它隱藏起來 這個是 Apple Watch 底色 做好以後 來畫這個 Apple Watch的螢幕 這個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這樣就好了 螢幕呢 不要外框 然後想要這個甜色 所以我來用吸管吸這個甜色 好 這個 這個 是 Apple Watch的螢幕 先把它隱藏起來 先把它隱藏起來 接下來畫這個圓 圓 圓比較簡單 按OPQR的O 就可以畫個圓 這樣 我來畫一個 甜色是白色 但是外框是 深黑色的圓 然後它是 這樣 凹散 這樣子 好 這樣 我們就有一個圓 那最後呢 我們來畫這個圓圈 OPQR的O 然後 畫個圓 在這裡 好 那它的沒有外框 然後它的甜色是橘色 所以我把這個顏色填成橘色 好 好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圓以後 繼續拷貝這個圓 然後把它放在這邊 拷貝一個圓在這裡 把這兩個選起來 Option 放在這裡 然後這個 拷貝到這邊 然後再拷貝一個到這裡 好 那 顏色的話呢 把這些圓去移到外面 所以這個圓 應該要是藍色的 吸管把它吸上去就好了 那這個圓呢 要是 綠色 這個圓呢 是黃色 大家有覺得這個軟體還蠻好用的嗎 吸管 這個圓是 粉紅色 最後的圓是紫色 好 這樣 那我們再把這個圓 再重新選回來 這樣 這些 連從這個白色的圓 是我們Apple Watch的 一些icon 把它清除起來 這叫做 Apple Watch iCons 這樣我們就畫好了 我們把我們螢幕快燈解開鎖 然後 是應該把它丟掉 RE Delete 然後把我們的灰色底色打開 把我們的 上面的錶帶跟下面的錶帶都打開來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 Apple Watch 我發現還是 我不小心刪除了一個錶帶 所以 拷貝一下 這個錶帶 然後把它 反轉 這樣 這個圓有點 走位 這圓有點 差不多 像這樣 好 好 這在中間嗎 應該OK了 在中間 好這就是我們的Apple Watch 那最後呢 我們再一起旋起來 把這些 圖呢 反轉 再旋轉回 15度 沒辦法這樣子旋轉 可以把這個 全部 群組起來 然後讓它旋轉 15度 OK 這樣 我們就考好了一個 Apple Watch的圖 可以把這兩個再群組起來 這個叫做 Apple Watch 不是Quatch 是Watch 要出圖的話呢 就這樣子 選擇到這邊以後 拉出去 這樣在我們桌面上 就有Apple Watch的圖 這樣就畫好了 那如果有空的話 我們會多來使用這個軟體 那我們下一次見 掰 就是 0 鐵 鐵